大家好,我们很多朋友在做腌萝卜的时候都是直接放盐,难怪腌出来的萝卜不好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腌萝卜特别好吃的做法,比饭店的还好吃 先把白萝卜切成这样的假刀块,切好之后放入盆中 然后再加入一大勺白糖,用你的右手抓拌均匀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作菜,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,感谢大家的支持 加入白糖腌萝卜,会增加萝卜清添的口感,同时让萝卜吃起来更加的爽脆可口 抓匀后把冰箱放萝卜里腌制20分钟 我老婆饿了又想吃这个武汉热干面,就再给它煮上一碗 把面煮好,放上料包 拌匀之后,一碗非常好吃的武汉热干面就做好了 简单又方便,关键是真的太好吃了 好了,看一下萝卜已经腌出了很多的水分,把水分倒入碗里 放入姜片和蒜片,再放一点小米辣 加入两勺的白醋 再放入三勺的生抽 再加入一小碗的凉白开 然后搅拌均匀 把料汁倒到萝卜里面 浸泡半个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用这个方法做的盐萝卜吃起来酸甜爽脆 非常的开胃又下饭 而且做法也很简单 再搭配上一碗美味的武汉热干面 真的是太好吃解馋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